在之前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胖达菌们的食谱 那么胖达菌的食谱还有哪些讲究呢 大熊猫的食物成分中99%都是森林中的各种竹类植物 仅1%为其他的植物性和动物性植物 由于大熊猫的消化道结构不像草食动物那样消化植物性的食物 加之它咀嚼不充分又不能反除 因而吃竹子后消化率低约为17% 不过大熊猫面对营养含量低的竹子 为了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 采取了四种对策 一是大量摄食快速消化和大量排除 二是根据季节变化自由觅食和优化食谱 则食营养含量高的纤维素和物质阻低的最适合的用量部分 三是减食其他肉食动物吃剩下的动物残骸和捕食小动物 四是减少自身营养量的消耗 大熊猫在24小时内若全部以竹杆为食可吃入17千克 若以竹叶为食 肉食量约为10-14千克 若以竹所为食 每天约吃40千克左右 快进快出的成年大熊猫每天排出的粪便 大约在120块左右 若吃竹笋 排出粪便大约为150块 每团粪便的重量约100克 每天排出粪便的总量约为15-20千克 所以熊家那么能吃 真的只是为了生存 而不是为了一饱口福 想知道更多熊猫知识吗 请继续关注 熊猫百科全说 请继续关注 请继续关注